事實題,他說想要判斷存物質是哪一種物質 所以他做了一個實驗 他測量了液體的體積 跟液體加上兩桶的質量 如表1所示 然後他有一個表2是一些存物質的密度 他想請我們根據我們表1的結果來參考一下表2 來我們知道這個液體是哪一種液體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液體的體積跟我們的一個質量 然後呢我們要根據 我們可以根據密度呢 來判斷他是哪一種液體 哪一種液體 那麼我們根據我們前面教的為他搭起有益的橋樑 我們發現液體的體積每增加10呢 我們這個質量呢會增加8公克 然後每增加10呢這裡會增加8公克 每增加10呢這裡會增加8公克 也就是說 每10立方公分的液體 他的質量是8公克 所以根據我們的公式 d等於v分之m 我們的體積是10立方公分的時候 我們的質量有8公克 所以我們密度呢是0.8 然後呢我們算出來密度0.8看到這個表格之後我們發現這個酒精 我們的密度呢就是0.8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 我們這個位置的液體呢 就是所謂的酒精 所以第40題的答案呢 我們選擇的是豬 酒精 40題我們選豬 酒精 iph瘤 氍 斗